好,从这一节开始我们讲一下QR2,QR航空的搭建 到这儿呢,我们的第一章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 当然后面大约还有一小时的内容就讲一下这个QR航空的搭建 以及我们最后讲一下JWT 但是已经接近尾声了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一些东西啊 这张内容很多 但是最终我们肯定要是有一个产出的,对吧 不能说我们讲完了之后就光了解了一些知识点 然后最后没有什么产出,这个是肯定不行的 我们这一张最终的产出就是这个QR2,QR航空的搭建 然后代研出QR环境之后 我们就可以接待这个QR环境 继续在这个环境之上去做我们想要的一些微博的一些各个功能 所以说我们就开始看一下 我们之前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对吧 已经创建了项目 然后已经做了一些其他的工作 已经演示了一些路由等等的一些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还缺什么东西啊 第一个就是yes didn't 就是我们的编码规范 我们这个要写一下啊 要不然的话,特别是在群组开发 如果大家没有统一的规范的话 那个代码写的比较乱 所以说yes didn't这个也是我们讲到这个课程最后的话 我们会讲这个node.js的最佳实践 这也是最佳实践的一部分 所以说给大家务必要遵守这个东西啊 你的项目无论是自己做还是团队做 只要是个正常办理的项目 就必须有yes didn't的规范 当然你自己随便写个demo 那个也无所谓的 然后是inspect调试 inspect调试就是我们看一下node.js 如果出了问题 我们怎么去debug 怎么去一步一步打断点去调试 如果一个程序没有调试的功能 这个程序是不具有生产力的啊 就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这个能力呢 也是各位同学 就是我每天都解决一些 大家的提问 然后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觉得也是大家可能大部分同学 比较欠缺的一个能力 就是调试的能力 我遇到很多问题 同学会跟我说 老师你看我这儿报错了 然后我用眼睛看看代码 大家注意是用眼睛看 看看我写的代码和你写的代码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这儿出错了呢 然后这个问题报给我 然后我不管用什么方式 最终告诉他就是你不要用眼睛来看 对吧 你要用手去做 你要用手去调试他 你要真正的去积极主动的去把这个问题 尝试去分析去解决 你不能光用眼睛看 眼睛看完之后你再问我 让我跟你说如果这不是我的课 你正常把你的去上班工作了 你做项目了 你也用眼睛看吗 看完之后你问谁去 最后是404页和错误页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要有统一的404页和错误页 我们也再要再接了个机会去新建一个页面的路由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操作 就是直接代码演示就好了 这些没有什么PVT可以讲的 好 回到代码中 首先我们第一步呢 我们要把我们之前的那个Sycolize 那个东西给它拷过来 就是这个 大家记不记得讲Cycolize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Cycolize的一个实例 对吧 给它拷过来 我们把这个东西拷贝 然后在这个我们的微博代码中 我们在SS下面建一个DB 就数据库 建一个DB为您的家 就这里面去存放数据库操作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建一个seq.gs 然后粘上我们的代码 就是我们Sycolize的代码 Sycolize代码这个地方可能还没有安装 我们看一下 其实没有安装 那我们就安一些这个Sycolize 我们看当时安的什么东西 一块给安上 Mass Cycle2和Sycolize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安上 控制台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Redis Server和Redis那个CLI 这两个单独做了一个窗口 Redis Server一直开的呢 没有关那关了之后 那可能其中会有异常 所以说大家这个Redis Server 要一直开着 要保持着这个开启的状态 然后Redis Server 这个你退出不退出 无所谓了 这样都行 然后我们又新开了一个窗口 去做这个我们自己的命令号 我们这个BoneJS的版本 也换过来了 所以说我们这直接就安装就行了 Sycolize和Mass Cycle2 这样按上 然后我再把那个淘宝代理给沾上 好 等一下稍微等一下 好 稍微等一下 应该很快就按吧 OK 按完之后呢 我们在代码中看一下 这里面确实是 看一下 确实是有了这个Cycolize和Mass Cycle2 对吧 好 这儿我们就保存一下就行了 保存完之后呢 我们不要忘了前面我们新建的一个文件 我要把这个注释给写上 Description Cycolize实例 Alther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呢 有这个 配置啊 有这个什么 数据库的用户密码啊 等等这一些 这些我们弄过来之后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config 对吧 之前建了个config db.js 这里面呢 其实是有我们之前放的redis这个配置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把那个mass Cycle的配置也都放在这来 就是不要把这个数据库的配置都写到代码中 原因还是一样 因为像那个redis一样 我们在生产环境下可能会对这些配置做一些改变 对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有一个redis config 那我们在这就再写一个mass Cycle config 好 这儿大家看需要什么 第一个肯定需要一个host对吧 host只是我们这儿写是个localhost 然后user user就是root 对吧 password password写上你自己的密码 我这儿就写我自己的密码 每个人的密码可能都不一样 然后port portmoreland端口3306 然后这个地方 它没有写但没关系 我们这个config就没有写port 它应该就没有写就是realmarin的对吧 那我们把这个marin的写上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要写一个database database就是我们这个系统的数据库的名称 数据库的名称 然后从里在生长环境下 这个也是要做一个改变 对吧 我们把这个线上的redis配置 我们这个可以写一个线上的mass cycle配置 OK 那这儿呢我们就暂时以我们这个线下环境的为主 线下环境的配置这样写上 因为我们线下环境是这么一个配置 对吧 生长环境下是什么样的配置呢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毕竟是一个课程的一个实战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上线之后会是怎么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先这样 然后你在实际做项目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你就写上你自己公司项目的本地的开发环境 那当然也不一定是能够host 本地可能是你内网的一个mass cycle的一个地址 对吧 然后你到了线上之后呢 你就写上你线上的这个host user password等等在写 然后线上的数据库和本地的数据库也可能会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你就根据你自己的设计情况来填写就行了 包括这个地方 我说的是在实际工作中 然后在课程中我们就先这样了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在cycleize里的时候 我们要去把这个给它引用过来 对不对 好把这个mass cycle给fig给引用过来 给figdb 好引用过来之后呢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解构去把里面的 就是这个mass cycle config里面的东西给它解构出来 像host user password pot database 这些都给它解构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先这样吧 host user password dateb 复制成 这个 然后就解构出来 解构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替换了 对吧 这个地方这个host就是我们解构出来的host 然后这个地方选型是mass cycle这个不用点它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会轻易改 然后user呢就是替换这个root password呢就替换这个mass cycle 2018 然后datebase就替换这个datebase的名字 总之吧就是我们要通过 写错了哈 datebase 我们要通过config里面的一些东西 要把之前写死的那些硬编码的东西给它替换掉哈 这个地方是线上环境 我们要用使用连接池 对吧 线上环境怎么办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 就这个地方讲过 线上环境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做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uteos environment 我们再看一眼吧 通过这里面去判断是不是线上环境 OK 那如果是线上环境 f is production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连接池的这个写上 当然连接池里面的这些50啊 E1啊这些也可以写到这个配置里面去啊 就如果是你要想做配置的话 你可以到这里面写 道理和这个都是一样的啊 这我们就不再追溯了 我们就先 连接池这个东西因为线上的 我们就先把它写在这了 如果有缺道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配置都写到那个配置文件里面去 OK 这里面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之前演示过 这个test对吧 test的时候就做单元测试 做单元测试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环境变量是test 对吧 是test 但是这有一个期许啊 就是如果它是单元测试的话 我们不希望Sycolars去打印Sycol语句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在做Sycolars的学习的时候 每次执行Sycolars都会打印很多Sycol语句出来 对吧 它每次执行Sycolars都会打印出来 我们在开发环境下 我们可以用它这么做啊 就是这样方便我们的调试 但是在做单元测试的时候 我们希望那个日子尽量少打出来 不要干扰我们 如果报错了之后我们这样很快就能定位到错误日志 如果资质太多的话 会干扰我们报错了一个处理 所以说我这就对这个环境变量test 再做一个 就从这个environment里面再做一个输出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拷贝一下 然后在这里面直接改写 看它是不是等于test 如果是test的话 我们就输出一个as test 如果不是test的话 我们就输出一个not test 好 那我们这就需要这个as test 先关掉这个 好 as test 就是如果它是 if as test的话 我们把这个打印给关掉 对吧 关掉打印怎么办呢 还是config.login等于什么样 等于空函数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就是如果你像我一样 期望在代表测试的时候 就在这个as test的时候 不要去打印这个sql语句 sql语句 就是不要让sql语句打印sql语句 那你就这么写 它默认这个login 是这个config.log 就是打印 我们这儿把这个login 复制成一个空函数 它可能就不会打印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 如果不需要 你就注释掉就好了 OK 这就是我们 已经配置好了 这个sql语句 这个实力的一个代码 好 关掉 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sql语句 这个sql语句 这个同步 这个我们也要考过来 sql语句 叫js 然后考过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model 我们先不要它 model我们先不要它 因为model 我们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没有 所以说我们这儿 可以先注释一下 测试这个都是一样的 同步也是一样的 当然同步这儿 我这个地方用了 这个false等于true 大家也知道 false等于true的话 就是说 我每次同步的时候 都把之前的表清空掉 然后再重新建 这样为了避免 接之前的数据的干扰 如果你不是想 重新建表的话 你是想在这个 技术上修改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配置给删掉就好 OK 那我们保存一下 当然我们也要 加一个注释 加一个注释 大家要讲习惯 每次见个新闻件 都要加个注释 这里面我们写个描述 是 sql语句 同步 同步 同步数据库吧 好的 好 那这一步就解决了 就是我们 至少是在这个 sql诊的实力化 这个代码上 我们都已经给它 拷贝过来了 然后我们继续吧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个eslint 就是我们PPT中 讲的第一点 就是eslint 好 eslint呢 我们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们 我们在我们的根目录下 我们新建了两个文件 一个叫 .eslint 2c.decent 我们看一下 在控制台里看一下 比较清楚一些 第一个叫 .eslint .eslint 2c.decent 第二个叫 .eslint ignore 第一个文件 就是一个配置文件 第二个文件 ignore 就是一个忽略 eslint的文件 就是说 哪些情况下 我们忽略 eslint的检查 我们干啥个忽略吧 test 就单约设计的代码 我们可以忽略它 单约设计的代码 你写的不规范的 这个还好一个 只要能执行 不报错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src.public 我们说过 src.public下面呢 它存放的是一些 图片啊 静态的文件啊 以及一些样式 等等的一些 这个里面 比如说我们 这里面可能会 引用一些 这个query啊 或者说一些 Zipto 这些库等等 这些前段的库 那我们就不管它了 对吧 反正就是第三方 引用的东西 我们就不管它了 反正也是NodeModules 也是第三方 按照的插件 我们就不管它了 所以说 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只是在这个 src下面 就是我们自己 写的代码 自己写的NodeJS 代码才会过 ES进行的规范 其他的我们就不管它 所以说这是一个 忽略的配置文件 然后这个里面的 配置文件呢 这是主配文件呢 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是 这个RAWS 这个规范 其他的一些 你都不用管 就是一些插件 和一些环境的配置 你就照搬弄过来就行了 主要是这个RAWS 我们看一下 我这儿的RAWS 我这儿的RAWS 第一个是 indate它就是一个折行 就是这个换行的 那个缩进 换行的缩进 换行的缩进呢 我喜欢是用四个空格 如果不是四个空格呢 就输出error 就输出error 就是直接报错 然后引号 我这儿呢 喜欢用单引号 如果不是单引号呢 就直接报错 然后这是允许 模板自无创 就是我们ES6 那个反引号 那个模板自无创 就是这当然肯定允许 然后这是分号 就最后的分号 我这儿不习惯用分号 所以说你有分号 我就会给你报错 所有的都不要用分号 这也是只是三个规则 Yatlin都有好多规则 大家可以从网上 或者说Yatlin的官网上去查 你如果是喜欢 它那个规则 或者说去改变一下 它的规则 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去加 可以自己的加 但是规则也不是 越多越好 就是限制一些 特别重要的规则就好了 比如说这个引号 比如说这个 跨行的缩进 比如说这个分号有没有 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如果是不统一的话 会严重影响 这个代码风格的 这些问题 大家要统一一下 其他的东西 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官网上 或者说去网上 搜一下Yatlin的规则 这个都有很多的文章 自己可以去随意添加 OK配置文件 添加完之后 我们需要安装 现在的插件 这个插件 我还没按呢 我们需要按什么呢 肯定是需要按Yatlin的 还需要按一个 BibleYatlin 配方环境下 因为我们 升上环境下 就是我们上线环境 上线运行的话 用不到Yatlin 好 我这还是得把我这个 淘宝的接线考上 就把它安装不成功 OK 大家稍微等一下 OK 按照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这个按上了 这个按上了 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要 执行Yatlin 对吧 我们建议这个命令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 Script里面 我们建一个叫做 Lint的一个命令 Lint命令的这个内容 是直接执行Yatlin 然后杠杠 EST就是后缀名 然后.js 我们对.js 执行Yatlin 目录呢 我们写SRC 就是我们对 以.js做后缀的 然后.src 就是这个SRC目录下的 这个.js个念 做Yatlin的检查 但这个地方 可能会和这个 ignore里面的这个 像test 很多的modules有冲突 因为test 很多的modules 根本就不在这个 SRC目录里面 但是我们这么写呢 也没有问题啊 虽然说它写法有冲突 但是这么写也没有问题 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哪天你如果是 把这个东西删掉的话 它也会通过这个ignore 去忽略掉 test很多的modules的文件 然后我们就这么写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可以尝试运行一下 运行现在应该会有 很多报错 npm run 好 大家看有很多报错 对吧 OK 有很多 有很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 报错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 期望缩进是四个space 但是发现是两个space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之前用那个 Core2 在Ritor创业的 那个数字画的那个代码 它的缩进是两个空格的 然后我这呢 是改成四个空格 当然你如果自己喜欢 两个空格 那你就用两个空格就完了 对吧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定论 这个地方到底是用两个空格 还是用四个空格 包括你后面有没有分号 包括你的引号 是用单引号 还是双引号 这个地方都是你自己确定 或者说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团队内部商议确定 这个没有哪个对哪个错 既然是个配置 对吧 然后我们看看哪个 比如这个app的GS4 这个里有报错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分号的报错 对吧 然后我们去打开它看一下 OK 大家看我们配置完了 YesLine之后呢 我们这个VSCode的编辑器 首先是VSCode的编辑器 别的编辑器我不知道哈 如果是哪个地方不符合 它这个YesLine的规范 它会给你一个红色的 波浪线的标志 对吧 包括下面这个分号也是个 我们不允许有分号 它也是个波浪线的标志 那我们怎么去一次 改变这件事情呢 其实很简单 你用VSCode的编辑器 就是跟我一样的工具 然后你直接去执行一次保存 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我们看一下 我们执行一次保存 好 再看一下 是不是就没有了 对吧 所以说VSCode的这个编辑器 非常智能 就是第一个 它可以识别到 你的YesLine的规范 第二个呢 你可以通过再次保存 来把这个错误 都给它修改掉 然后我们继续看哈 看一下哪些 还有rootindex.js rootindex.js 也是啊 我们直接保存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再往下 rootusers.js OK 我们直接的保存 好 好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可以再来一遍 好 再来一遍之后 就没有问题了 对吧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YesLine就已经搞定了 但是有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YesLine是这样的一个规则 然后编辑器呢也会给我们去哪个地方有错误 也会给我们一个下滑线的提示 对吧 是红色的下滑线 这个蓝色的下滑线是因为这个单词不符合 有一些是我们两个单词拼一块了 它不认识这是一个单词 然后有一些是拼音 它不认识这是一个单词 这个没关系 单词有问题 这个没关系 特别是拼音的 还有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密试 它不是个单词 这个很正常的一些事情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你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这个缩锁 我并没有写四个空格 我写了两个空格 我就是这么保存 我写两个空格 然后我也没有用VS Code的编辑器 我保存的时候 它不会给我自动锁定了四个空格 我用了其他的编辑器 这个时候我就提交了 代码提交了 对吧 你能帮我怎么样 你也不能帮我怎么样 对不对 有没有一种方式去限制它 就是你夜子听得过不了 你就提交不了 你就完不成任务 完不成任务 你就得扣几工资 扣几绩效 如果有这种方式就比较好了 对吧 那蔡小师我们是有这种方式的 我们看一下 叫pre-commit pre-commit的意思 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在get-commit之前 做什么 pre-commit 就是在get-commit之前 大家也知道 我们的代码要提交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代码 要往get提交的时候 必须要get-add 然后get-commit 对吧 get-commit是创建一下提交记录 如果我在get-commit之前 限制你必须要把这个 yes-link过完才能提交 如果是你的yes-link有错误 或者说有varning这类的 这个工具就不让你去commit 那这样是不是就把这个问题 给解决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安装了这个get-commit pre-commit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要做一个配置 就是可以在最下面 写一个pre-commit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数组 pre-commit 就是配置这个pre-commit 这两个不一样 这是工具的名字 这是配置的名字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写上lint 这个lint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lint的命令的名称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commit执行之前 我们要运行这个npm runlint 然后看一下 这个yes-link有没有报错 ok 按上之后 反正正好 我们也要缺了代码 我们就试一下 当前我们自己的修改 然后我们get-id 行 id没关系 然后get-commit 比如说叫 future yes-link 增加yes-link 这个时候 在回车的时候 它就先执行yes-link 所以过程会比较慢一些 然后执行完yes-link 如果没有报错 它就会执行commit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了这个 future增加yes-link 好 不行可以试一下 我们run这个yes-link 也没有报错 对吧 如果是我们yes-link 你报错的话 在这一步 它就会告诉你说 yes-link不符合规范 然后你就 先改yes-link 然后再执行base-commit 这次commit不给你提交 这样的话就给它限制死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 很强制 很提案的一个政策 但是很有效 执行起来很有效 很具有执行力 所以说break-commit 这个东西 我是极力推荐大家去 结合这个yes-link来用的 这个特别有效 OK 那我们这一节呢 也借着这个 整个yes-link 把这个环境又进一步的 给它规范了一下 以及我们提出了yes-link 加break-commit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非常有效 最后我们把这个代码 给偷射一下 好 下一条节 我们再去讲 其他生意论内容 Instagram调试 我们再来讲